我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俩事情自己解决 你可别让他伤心 我今天想杀了你们 心里 多好人啊 我 我这是什么打扮 唐觅 我要跟你这种道歉 你 你别说 我不想听 你误会了 今天那个人是我表妹 她刚回国 表 表妹 那罗 没做什么傻事吧 我错了 我当时也是傻了 那你吃醋了吗 那 我要是说没有 你会难受吗 我 我倒想看看你之处的样子 不过算了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面 不过我越想越生气 你竟然不信任我 不过我要自我检讨一下 为什么会让你在这段感情里面 这么的没有自信 所以以后有什么事情 直接告诉我 别让罗欧出来吓人 所以 罗欧到底干什么了 你不知道 他 我都不敢说 你说 到底干了什么 然后呢 然后 你亲我一下 我告诉你 亲我 我也不告诉你 你等我 我断根鞋 你等我 警方已经控制了 给密室动过手脚的人 他也承认了自己是受苦于人 但是都是担心联系 从来没有警官面 一方给钱 一方才动手 那给他打钱的账户呢 那给他打钱的账户呢 是个海外账户 所以很难查出来 那么看来 这些事情都是直接冲着我来的 对吧 相比之下 唐密没有那么多被害的可能 我本来以为庄伍府被抓了之后 这个事情就应该结束了 看得没那么简单 我去监狱看望庄伍府的时候 他说了很奇怪的话 我当时没有多想 但是现在看来 整件事情的背后一定还有别人 还有事吗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了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 小心身边的人 我是被利用的 如果 他说的是真的 那么这件事情 就要跟之前的事情 联系起来 郑跟杨氏 还有谁跟我有利益冲突 杨罗飞 妈 你开玩笑吧 叔怎么可能爱我 我一开始 你觉得奇怪 就算庄伍府 有我给他的股份 但是杀掉你 有什么用呢 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但是他既然连你都感动 那么下一个一定就是我 他们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早做遗产继承手续 但是如果不做的话 形势就会大不相同 如果在公司融资之后 再办理的话 股东们可以回购你的股份 你就被清出局了 你的意思是 对方要的 不是公司现有股份 而是把当你留下的那一份 对 那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只要一天不办理继承 一天就悬在那里 当初你父亲过世以后 从遗产继承的角度看 第一继承人是配偶和子女 但如果我们两个都被铲除了 那么第二顺位继承人 就是你的叔叔 是杨洛飞 种种迹象就在院前 是我自己 太大意了 没错 想要渔翁得利的 只有杨洛飞 叔叔 您不知道 这些年啊 能跟你一块吃饭 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说实话 你比我妈还了解我 不管怎么说 叔叔都支持你 但如果我们两个都被铲除了 那么第二顺位继承人 就是你的叔叔 杨洛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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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很痛心 很憔悴 我像那么脆弱的人吗 看来说我多虑了 你没事就好 我已经调查杨罗费的进去往来 如果他有意图想吞下杨氏 不可能没有动静 你钻不到他的呀 是狐狸 就会有露出尾巴时候 别把他惹急了 我会注意的